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赵心彤对阵杰克逊佩奇的一局比赛 来看双方的低局 右下方抵戴有进攻机会 嗯好球 现在已经是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已经被佩奇顺利的拿到手 佩奇也是一个00后啊 但是长得算是比较着急了 右下方抵戴还有进攻机会 打丢了 把这样的话机会给到赵心彤 好球打进了 这杆有难度的 哎粉球打丢了 可能是现在还没有找到手感 换目球摔戴了 算是说摔戴不过也没有进攻的机会 哎球队带开以后右下方抵戴看一下这颗露不露球 嗯被黄球挡住了 解释解到了 解释解到了 lr哥 怎么回事 我们视频看 咸 咸 咸 球形依然是没有打开 找金桶也空干了 看有没有运气 差了一点点 好球 佩奇再次上手 咖啡球 贴一个 解最底裤的这一颗 这杆打的稍微薄了一点点 不过这种床台本来就有压力 不好打 再来贴底裤这一颗 这杆漏了 黄球 打丢了 这个丢的有点莫名其妙啊 这杆并不难的 难度系数很低 大漏给赵新童 先吃一颗咖啡 确保赤库下来有球可以接 黑球向上登起来 这个时候也是看赵新童这个围球和拆球的能力 不需要再多过多的去K球 但是很考验这个母球的落位 加上登起来一点角度 还是吃黑球铜蛋 黄球尘化 要左下底的这一颗 靠近左侧边裤 直接给到黑球向上的角度 用黑球上方的两颗红球做借停 漂亮 那有一杆超分的机会了 剩下这五颗都是不难的 再吃两套就超分 好 下来接粉球 接粉球的话还不够盐分 镜头给到了配齐失误的这一杆 这一杆直接决定了这一局 拱手让给了赵新童 领先50 台面51 好球超分了 这局轻松拿下 算散分数还是有百分干的希望 粉球向上的一点角度吃酷 要黄球 没问题 0 0 0 1 2 打进粉球不够 需要青台才能破板 顺利完成青台 赵新同拿下了第二局